沒有辦法到醫院去 我希望在這邊 藉著記者在這邊 我在深深的跟他們說聲對不起 話一度受到哽咽 加上現場五度 九十度鞠躬道歉 紅心嫌犯雙親 二十二號下午 透過媒體鏡頭 向受害者及社會大眾 至上深深歉意 我真的不會叫小孩 我在這邊再跟你們道歉一下說 我這個爸爸是失敗的 越說越難受 寶貝兒子住下大錯 身為父母滿是自責懊悔 台中捷運二十一號 發生驚悚砍人案 或許嫌犯父母接獲消息 也在第一時間北上了解情形 受傷的小朋友 我跟爸爸媽媽 我不求你們原諒我 我跟你們說聲道歉 但是我也希望你們的小孩子 可以早日康復 甚至說再多 也無法挽回傷害 但想到傷者 人在急救同為人父母 深感愧疚 試圖聯繫家屬 想得們道歉 卻吃了比門根 現在能做的 就是全力配合警方調查 而事隔十年再度發生 隨機傷人案件 不只震驚社會話題 也持續在網路發酵 嫌犯臉書短短一頁 就湧入上萬則留言謾罵 爸爸會在屏東的整副所 也收到大量負評 二十二號下午店家資訊 直接改為永久停業 甚至還有網友大搞烏龍 攻擊當地其他家診所 只因為店家名稱 同為洪信 就遭到無端謾罵 讓業者實在好無奈 事發至今 輿論話題不斷 只怕網路霸凌 亂想別再來 還給家屬及傷者 一點空間 近新聞黃雲廷 陳振佳 趙建林採訪報導